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8日 复旦大学 这位杀人犯 现在在网络上 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和以前有所不同 以前好几个 报复社会的人 都是 伤疾无辜 没有这个人是定点 转 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一点 引起了网络上 普遍的热议 现在看来 6月7号下午发生这个事件 似乎这语情有点 扭转 人们反倒把这些 把这个叫姓江的 这位教授 青年的教授成为了 勇士和英雄 这个事很值得研究 江文华39岁 为什么因为刚才看了 他的这个现场有个视频 他一身 这个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满身都是血 这个警察抓住的了 然后问他什么原因 他讲原因的时候 一度哽咽 就是自己受到很大的委屈 委屈这时候就因为 这个书记啊 多年来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他没用政治去对他进行陷害 等等吧 那可以肯定的讲这是报复 直奔这个书记 没有伤及别的人 而且问他 到哪里来的 网上买的 有没有一起来的人 告没告诉别人 没告诉别人 你看他这一人做事 一人当 谁都不连累 另外直奔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就要报复 干 这个家伙可以这么讲吧 现在你说他是罪犯 你说他是英雄 现在这个事 这是要仔细的研究啊 怎么评价吧 我不好下结论啊 但我觉得这个原因 一定要研究啊 为什么 你看现在网络上 网友真厉害 披露出这个被杀的 这个书记啊 这个一切有事 有非常可疑的事啊 那么现在 今天看到消息数 有篇文章 讲的非常详细啊 其中讲到 他被他杀 这个党字部书记呢 这个以前呢 曾经 这个对一位 这个求他办事的 现在弱势群体啊 他非常的冷血啊 这个王永真曾经 事件都有2019年的 5月22号 有个网上的微信截图 让人发了 就有一个人啊 他这要找这个 王书记太太 反映自己的这个 这个问题啊 这个也可能 也可能就是学校里面 那些 这个 蒙受同样的怨屈的啊 结果他不清是什么原因 反正肯定是 也是 心里有些郁闷啊 据说是 这位是位女士啊 这位女士是 这个 叫 李 叫李金凤啊 李金凤求他 这个 和他约个时间 要谈一谈 谈一谈 他不理 你看 后来这位女士 这个 尤其找这个 心理医生啊 咨询医生 这个 最后绝望跳楼了 从32楼 纵身跳下 你看这个 非常详细 但是你讲不清楚 到底 什么原因啊 不管什么原因 作为下级啊 他管辖范围内的 这个复旦的员工啊 哪怕是最底层的小员工啊 那有什么心理有 别去啊 有些意见 找党委书记 庆诉 那是马上就给接待 说不要有什么假的 他不打理人家 你看人家这个截图 今天就发出来了 是吧 这个可是 可不是说我变造的啊 只是后边有个广告 就现在这网络 都带一些广告 这个不好啊 这给他做广告了 这不是我的出送 我要讲 就是这位 弱势群体啊 这位女士啊 也很可惜 这也是个年轻的生命啊 这个 而且被强行 给关到精神病院去了 他想找领导 沟通沟通啊 领导不打理 这个 你说这个事怎么说呢 是吧 应该讲 这个是叫 好像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 就字句不是太轻轻啊 就算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字句不是太清晰啊 因为字太小 反正就有这么一个人 你是这个负担大学的啊 有困难找他 这个 找他给帮协调协调 他不打理 啊 不打理呢 这个 结果这个人最后想不开 他上不归楼了啊 实际这个书记 书记不就是要学为 这个学 就是应当为人示表嘛 应当是这个能够 疏解别人心中的矛盾啊 经常和人谈担心 你有什么困难 是不是啊 既然你找到我 这个 你讲讲你的 这个心理的委屈啊 他肯定不是他 自己 对他有什么过节的 肯定是由于他和 呃 单位啊 同事啊 或者和领导啊 基层的领导有矛盾啊 因为这位 这个 姓王这个 这大领导了 你想说 书记对不对 负担的书记 那个级别不是一般的高手 但是假如自己有 忙 没有时间 派秘书啊 接待接待这位 弱势群体 求他办事的人 他不打理 很冷血啊 结果那个人就跳楼自杀了 那么那个人就是社会上 一种什么典型 就是 就是说 呃 自消自灭了 弱者吧 就是说 我斗不过你 我也不想活了啊 消极的对待人生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 这个 姜文华是什么类型 就是 呃 有仇必报啊 这个 呃 压词必报 这么一种人啊 就是你要整了我 必要一定的报复 是这么一种人 呃 这个奋力抗争啊 那当然 这个抗争方式 也值得研究了啊 当然 我也不是说赞成者 我是说什么 他到底有什么 怎样遭到 这个 书记的 这个陷害 他怎么陷害他 因为你看他 呃 39岁这个人 可了不得啊 我看这个 今天这个 文章讲的 非常详细啊 说他以前呢 还曾经获得了 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 这个校园的 这个奖励啊 学校奖啊 他讲什么 讲他这个 在这个数学领域里啊 是一个天才啊 2009年到2001年 在美国啊 国立卫生院啊 这个从事这个博士厚力研究啊 以前是个统计学的博士啊 2011年后就到了这个苏卢大学任职 五年以后 又到了复旦大学任职 当这个大学的教授 研究员啊 你想这么一个有名 有名的人 一个天才 是什么东西 逼迫他 踏上了这条 这个道路啊 这条不归路啊 就是可惜啊 你想这篇文章 非常详细的 追溯 他往昔的经历啊 说他是存证的复旦人啊 中学在复旦上 复旦 复属中学 本科就是复旦大学 那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院是北京大学 第二次院是复旦大学 他是崇拜的 想像有一天 我能够走在复旦的校园里 那这是啊 该多么自豪 可惜我成绩不好 第三次院录取 辽宁大学 还是毫不容易上去了 他也感到这个 今天是人生的转折点 所以我很羡慕这个人啊 数学这么好 说2004年本科毕毕 复旦大学 数学 和应用数学系 然后就获得首届 复旦大学校园奖 后来一直在数学领域里 进行深造 研究什么呢 非参数经验备业司 这些我都看不懂啊 就是这个事发生在 他上学这个期间呢 学有钻场 这个年代 是2004年 那个时候说现代话 胡温时代 提出社会的主题思想 是和谐社会 所以你看那个社会的时候 也有矛盾 经常出事 但是这种充满力气的故事 那时候比较少 这是我的看法 你看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这一斗争 天天一斗 湘江雪战也来了 走到哪里都是看这些死人 杀人这些故事 越整个社会越矛盾越深 而且他有个最大的弊端 什么呢 他就鼓吹这个党领导一切 就什么事都交给党官 你这负担这个时 这个党的书记肯定做得不好 为什么 我这有证据感 我讲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人有个截图 讲到他怎么对待一个弱势群体 你就可以看出他很冷血 就是不够朋友 就对人不好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什么党支部书记 党委书记 只能计划社会矛盾 是吧 你这个按照我们想象的王永珍 是应该是只要是看到这个 这样的就是说一些群众心里有郁闷 有创伤有痛苦的时候 应该是帮助他 积极帮助他化解矛盾 所以他对这个所谓的数学系 这样一个老师 一个女学生 是个女学生 说对这个女学生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送到精神病院 导致他这个跳楼 你通过这个事情看 这个王永珍还是有问题的 不要先看官媒宣传 说这个博士 这个心里有疾病 精神不正常 又是离婚什么都搬出来 离婚和这事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还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 和习近平的鼓吹的政治体制有关系 党领导一切 在这个学院里面 原本是他想搞数学研究 应当是谁数学好 应当叫谁来领先 对不对 这是专业性很强的 但是他搞了个党委书记 这个党委书记 牛哄哄的鼻孔朝天看 肯定是他霸击上海市教委的领导 是吧 市长副市长 管教育的副市长 他肯定当成爹了 他不会对爹人好 对不对 尤其是他是如何的 这个陷害这个 呃 这位啊 这位江教授不太不得而知啊 因为他跪在那个地方 诉说自己的心里痛苦的时候 这个视频节目就比较血腥呢 我也不能放 这只能告诉大家就是 就这段视频 你看 这位有个截图吗 他跪在这里 讲他的故事啊 讲他这个事 原因是什么 这个警察 问他 他给原因讲清楚了 从这点看 他这个和其他的杀人犯的确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建议这个公安系统啊 公监法系统啊 仔细地研究的原因 查找 这个到底这个就就王文智是个什么人 假如这个王王文智本身来讲 确实是谢谢他了啊 那你就不应该给他判死刑将来 撕缓啊 给他一个机会 呃 这个 因为他特别有数学能力才才能 可以在监狱里边 比如说判20年啊 无期徒刑 一般无期徒刑死缓改无期 改无期以后可以改18年 18年再减刑 十几年就出来了 这样十几年在里边一方面还可以 呃 研究数学啊 别股非的人才 另一方面 这个思想改造 啊 劳动劳改造 这还年年轻30多岁 40多岁再出来 呃 重新做人啊 给他一个机会 如果说确实是假的 就是这个数据很好 人家根本没有他 没谢谢他 那就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是我个人建议 建议 我也不是法官呢 我相信 不要这个为了取悦习近平的 所谓党领导一切这个宗旨啊 这个指示 这个理论 这个外理邪术 为了护这个书记 就把他这个当典型人给他包装 虚构一个色一个傻元犯啊 是一个是恶不是傻元犯 我看还不是 你看他和那个发生我们家乡大连 那个不一样 那个人投资完了以后 开车在大街上 伤计无辜的人 那是很可恶的 是吧 你这个有事 你就你就什么事 对什么人 是吧 这个找到原因 他这个就相对比那个人要稍微好一些 是不是 那当然了 我还是这样讲啊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个犯罪行为啊 不要把你不是当理想啊 那么而且要找到这个这个社会就是这种利器啊 就已经到了临界点解决的办法 你看这个很多朋友聪明和我一样啊 和我讲的是一样 你看把这刀放在那里 讲到这个社会说 你看这个复旦这样的学府上升到了教授的高度 说明社会的利器一直能到了临界点 那就说 每个人最后都剩下了杀心 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会学习 这说明什么 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了啊 共产党作恶 这个多年啊 一直走不下去了 习近平成了假诉司啊 我认为这是大革命来临的一个前兆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啊 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国亚大网友的入海 也再见